我无边知主 传统于爱 身为人为我们 完成救恩 耶稣我是祈祷 祝日永远 祂祝我作传意 日一生前 祝我心中传意 日一生前 与这出生命中 世界盼望 异藏团有意 光临天堂 却爱出闻力 反战人生 尽全能幸福 万光归爱 神赐王赐 我们 祢的永生 耶稣我是祈祷 祝日永远 帮主我作传意 日一生前 祝我心中传意 日一生前 宇宙主 生命中 世界盼望 祝我心中传意 日一生前 祝我心中传意 日一生前 祝我敬諾 却爱出闻力 �te为人 祯以名中传意 日一生前 祝我心中传意 日一生前 祝我心中传世界盼望 祝你朋友内河 祝我最终于 与你身前 祝我心最终于 与你身前 与这出生意中 世界看望 守抄地华如灯 不求是旁 仰皇帝最细地 起来救恩 与这出生意中 祝我心最终于 祝我心最终于 与你身前 祝我心最终于 与你身前 祝我心最终于 与你身前 好 我来为大家送读今天正道的经文 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到四十一节 他们既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 就用许的话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 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唯有希腊定义人住在那里 但保罗和巴拉巴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拉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 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 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普路斯去 保罗拣选了希腊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利家 兼顾众教会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纷争》《词徒行传》系列第27 由王毅牧师正道 大家请坐 同姐妹 主持平安 刚才华生牧师宣告赦免的经文 说这是神的允许 允许我们脱离卑贱的事 成为贵重的器皿 以前有一个终点工 他就说 特别不喜欢在那些有钱人家里面做事 有一次在一个卫生间里面 不小心打烂了一个小的放肥皂香皂的小盘子 主人说这个是他五万买的青花池 这个到有钱人的家里去 一不小心碰到一个东西都是贵重器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都是贵重的器皿 你们都是贵重的器皿 你们是大户人家的贵重的器皿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是因为足血的遮盖 是因为他使我们脱离那一切被贵的事 成为贵重的器皿 与这个世界分别 我不知道你们 我常常看一些合影的时候 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合影 成长婚礼之后就看到合影的照片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当你看见一张合影的时候 你首先在其中发现的是谁 你们跟我一样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我们首先去找的就是我们自己 而且那么多的人 我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自己 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在恋爱当中 或者是恋爱还没有决定 他可能一眼看见自己爱的那个人 他可能在众人当中第一眼先注意那个人在不在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们爱的人是谁呢 愿今天上午我们在这场的崇拜当中 愿我们首先看见的是主耶稣 愿我们透过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崇拜当中 没有正道没有诗歌没有祷告 我们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 但是我们透过这一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主耶稣 但是你知道我们刚才说了 这好难的 这很难的 因为按照我们罪人的天性 我们第一眼到最后一眼 我们首先关注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求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 向我们大写你的温柔 也向我们 那时我们看到我们是你所爱的 是你所抬举的 从 奋队和穷法人当中所抬举于本国的王子同坐的 成为那大户人家的贵重的器皿 所以因着我们看见了你的爱 所以主啊 求你使我们在这场崇拜当中 使每一位弟兄姐妹 包括来到我们当中的 听福音的朋友 在今天上午在这里 遇见主耶稣基督 看见那被挂在十字架上 死而复活 如今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必要再临的主耶稣基督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们今天这一段看到是教会中的纷争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福音 传遍了耶路撒冷 游到全地撒玛利亚 现在直到地极已经向着小亚西亚的 希腊跟罗马的世界扩展 我们看见一层又一层的扩展 我们看见教会在福音当中不断的向前 如果用我们今天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一路撒冷大会 是胜利的大会 是团结的大会 是成功的大会 但是我们却看见 在第二世纪的时候 有一些 不是第二世纪对不起 在十九世纪的一些 所谓高等批判的 自由派的一些的学者 他们有很多人提出一种观点说 使徒行传是第二世纪之后才写的 一说他们是为了来美化那些使徒们 然后在一百多年之后再来打造 但是我们却很清楚的在这一章当中看到 这里记载了使徒跟教会的领袖群体的分争 这里描绘了人的错误 所以在整个一路撒冷大会 这一个合一的胜利的大会 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的旋律或者潜流 它记载了也是教会历史上的 或者是在宣教的历史 或者是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的第一场的纷争和冲突 所以你会看到路加 他没有去掩盖 他记载 我们甚至也看到使徒们或者教会的领袖们 长老们 他们也不过是在一个合影当中 首先看见自己的全然败坏的罪人 这本的圣经并没有美化他们 而是看到神的恩典 在这样的一群人的当中成就了什么 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纷争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教会 或者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来面对这个纷争的方式 那就是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纷争 这是一个事实上的主题 但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的主题 仍然是福音本身 据说最近党中央三次的问周永康 说你爱我吗 周永康三次的回答说 党啊你是知道的 那党会怎么说呢 你牧羊我的羊 不是 他说你垮台吧 你完蛋了 你下课吧 你死地难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看见的最正常的画面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谈恋爱当中的青年的男女 我们看见一个女生去问那个男生 你爱我吗 然后那个男生三次的回答说 哦你知道的 然后那个女生怎么说呢 说你娶我吧 不是说我们分手吧 我们 你们 岂不是常常的看到这样的故事吗 这个是世界的现状对吧 这是真实的 所以你会看到 无论是政治 还是爱情 都不是以恩典为基础的 而是以律法为基础的 是以对方 是否能够完成或者做到或者达到某一种的标准 为我们与他的关系的基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冲突和纷争 所有的冲突和纷争最后的结果都死定了 最后的结果都是分手 我们在这里也很遗憾的看到 甚至保罗跟巴拉巴最后的分开 在诗艺本当中 他就用到分手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 今天我要来分享 在直到现在为止 在教会当中所出现的分争 我们会来看三个方面的分争 或者是三场的分争 第一呢 是教义的分争 这是发生在那些奉格里的 犹太的基督徒 与保罗 彼得整个使徒的群体之间的 那我不会说是律法跟福音的冲突 因为律法跟福音没有冲突 律法是神的 福音也是神的 他们不可能有冲突 但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律法主义 跟福音恩典之间的冲突 在十五章的第一节说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隔离不能够得救 然后呢 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为什么跑到安提安来 传讲一个跟保罗巴巴他们所传讲的 不一样的教训呢 因为保罗跟巴拉巴明明的受教会的拆配 把福音带到了那些未受隔离的 罗马人的地区和人民当中 对吧 然后到了第五节 我们知道 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谁 我也有几个信徒是法利塞教门的人 他们这几个人被称为叫法利塞教门的人 不过同样是法利塞人 保罗也是法利塞人 那些法利塞教门的人 到后来在这一个决议当中 又开始称他们叫做什么呢 奉格礼的 奉格礼的 然后你看到二十四节 整个耶路撒冷大会所做出来的决议当中 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搅你们 的确是从我们这儿 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 霍乱你们的心 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明确的跟这个奉格礼派划清了界限 他们的教训不是我们的教训 我们也没有拆开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 你会发现整个的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呢 我反复的读这个决议 常常从这个当中来学习 也常常的在这个学习当中看到自己的欠缺 因为在这个决议当中我看到有两点 第一呢 他里面有清楚的教义的立场 就是什么对什么不对 他讲的非常清楚 他没有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 他很清楚的与奉格礼派或者叫法利塞教们 划清了界限 这个不是福音 要求外邦人要行格礼之后再做基督徒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这一个清楚的教义立场 在这个决议当中的表达是非常的肯定的 是非常的坚决的 是没有留下任何的余地和这个保留的地方 或者留下给你有不同的解释的空间 没有 非常清晰明确的教义的立场 但是第二呢 这一封的决议当中充满了一种浓厚的手足之情 从前面的问安到后面 不但是做了这个决议 并且呢 拆派了保罗跟巴拉巴 保罗跟巴拉巴是从安提阿来的 他跑回去后说 嘿那边开了会了 说这样这样可以 耶路撒冷大会甚至觉得说 这样可能怎么样 还要还要再派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跟他们一起去 所以他们就拣选了这个叫尤大跟希拉 这两个人在第二十二节那里 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 意思就是他们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治理长老 是众长老之一 所以又派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两个长老 跟保罗巴拉巴他们一起的回到安提阿去 然后沿路的去告诉众教会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记载当中 我们看到这种果效 因为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所以你会看见这一个决议当中 既有什么的话呢 既有肯定的话 我们换个词说 甚至既有强硬的话 就是在教育立场上 非常斩尽截铁的做了一个决议 但是呢 这信上又有安慰的话 又充满了一种浓厚的手足之情 那我常常就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亏欠和不足 也许 也许我会说 啊 我有一个清楚的教育的立场 我告诉你说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教育立场当中 是否带出来那浓厚的手足之情和安慰的话 我觉得这是呢 我个人的很大的缺陷和不足 所以我们在这个决议当中看到了 他不是在追求一种平衡 他就是这样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持守那一个 从基督而来的福音 他有清楚的教育的立场 他有清楚的唯一的得救的道路 是只能够这样子持守 不这样子持守就 于救恩无分 但是他充满了恩典 所以我们第一个会看到教义的纷争 是律法主义跟福音恩典之间的纷争 我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最近 我们的主日学在讲预定论 我们上一次的归正论坛 也是在讲上帝主权的恩典 其实这是一回事 你可以说基督教的预定论 就是指上帝主权的恩典 上帝主权的恩典 就是指上帝在永恒当中 对万事尤其是救恩的预定 后来听到有一个 有人告诉我说 有人说他听到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 跟他讲 不相信预定论就是异端 然后他就很受伤 他说你们去给这部教会 认为我们不相信预定论的人是异端 我就要离开了 所以我在这里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我们一定是相信预定论的 但是我们教会的立场 从来不是用威斯敏斯特信条来判断议断 而是跟大公教会一样 用初代教会的事部的信经 初代教会的四次的大公会议 以及三位一体的真理和基督神人二性的基要的真理 来判断一段 信明信条是我们所持守的教义 是我们看为宝贵的教义 那我的确的认为 不认识到上帝白白主权的恩典 就对福音缺乏真实的认识 甚至是充满了错误的认识 但是基于我们所相信的恩典的教义 那就是说即使我的弟兄对福音有错误的认识 他仍然是我的弟兄 因为一般人是不是基督徒不取决于 他对福音真理有没有完全正确的认识 所以你了解这个因识吗 有一些的基督徒一辈子都稀里糊涂 有一些的教会一辈子都在教导上面稀里糊涂 他信这位耶稣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得救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搞清楚恩典的教义 跟简学的教义 从来就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去理解 他是怎么得救以及圣经的教导 但是恩典的教义告诉我们 这样的教会或者是这样的基督徒 仍然是我们的弟兄 因为他得救完全在乎神的恩典的坚选 而不在乎他的神学是否正确 但是接下来我们仍然要说 我认为你的神学不正确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们认为他不正确 但是我们仍然接下来他是上帝的儿女 和基督教会的一部分 所以此手威士敏斯特信条 不断的来认识神在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的恩典福音的教义 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 我们相信这也是圣经要求每一个基督徒 竭尽他自己的权利去明白圣经 去不断的认识真理 不断的将自己的信仰建立在那磐石的真理的根据之下 这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你身在一个对此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教导当中的教会 你就不能够以我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 来作为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借口 我糊涂是因为我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 我们所持守 你如果不认同 为什么你是他信条 你就不是改革中教会的一部分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是异端 这并不代表你不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 所以我再说我们相信预定论 但是我们并不是以这个来判断异端 我们是以四大信经 三一论和基督论来判断异端 换言之 换言之 我们不断的来认识上帝恩典的教育 我们不断的来批评在教会当中的错误的教导 这是基督教会的内部的争论 这是家里人之间的差异 不是信与不信之间的差异 这是第一种的分争 第一种是教义的分争 第二种的分争是同工之间的分争 尤其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之间所出现的分争 第三一层我们甚至会看到彼得跟保罗之间的张力 领袖甚至是使徒之间的分争 所以我们会来看到这三层的分争 那我们首先把焦点集中在耶路撒冷大会最终做出的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是什么呢 他们既然确定了说 人德就是白白因着基督的恩典 而不在乎遵循摩西的礼仪的律法 但是他们最终呢 又给出了一个我们常常称之为叫做四条境界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差不多就是四件事 是不可少的二十九节 就是境界记偶像的物和血 必勒死的深处和坚引 那这是四样东西 记偶像的物 第二血 当然这个血也是跟记偶像有关 第三勒死的深处 这个勒死的深处其实还是跟记偶像有关 然后坚引 其实这里的坚引呢 也是跟记偶像有关 那你如果说不可坚引这不是十节当中的一节吗 如果特别在这里列 那为什么不把十节全部列出来呢 其实这个地方的四条境界呢 都是跟偶像崇拜有关 就是说要把我们的信仰跟外邦人的 偶像的崇拜区分开来 以至于不跌倒我们的那些犹太基督徒的弟兄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那对四条境界的一个理解的方式 这四条的境界并不是在摩西的十节 摩西十节是上帝所赐的永恒的普遍的道德律的总结 对吧 我们在小利文答里面这样讲 这四条境界不是在摩西十节的道德律之上 增添了四个基督徒的诫命 那不然的话呢 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守十四节 他并不是在十节之上增添了四条基督徒的诫命 而是在对着十节永恒的道德律的应用上面 向着犹太基督徒所做的忍让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将这一个原则解释得更加的清楚 因为有人就说 这里明明说了不能够吃这偶像的物跟血 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又说 那些在市场上去买了 因为在哥林多或你在市场上买的全都记过偶像的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以前我真的 我知道四川是出牛肉干的对吧 出很多的牛肉干了 不小心买到一个牛肉干 马上翻过去看一下有没有清真寺监制 有没有阿轰这个 很多都有的对吧 很多都有的 我不知道你们买牛肉干的时候会不会注意这个 这就是市场上卖的记过偶像的物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讲说 你在整个哥林多市场上买的全都是记过的 那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够吃呢 保罗在那里其实把这个原则都讲得更加的清楚 他说偶像不算什么 他说有 可是他提出一个原则说 有知识的人 这里的知识就是明白福音恩典的知识 不是指的有世俗的知识 有知识的人要忍让那些没有知识的人 你能不能吃血呢 保罗就这样 如果你跟一些基督徒一起出去吃饭 有几个有几个你的地方姐妹说 不能点血哦 基督徒不能吃血的 用哪里就都可以的 然后你跟他讨论了一下 他说不不不还是不可以 那你怎么办呢 保罗给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吃 为什么不吃呢 不是因为不能吃 不是因为在神的诫命跟福音的真理上面 吃了之后是拜五项 吃了之后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要体谅软弱的弟兄的良心 有知识的人有责任去忍让和体谅 没有知识的人 这就是福音恩典的态度 反之就是律法主义的态度 我说不吃吃吃 你不想吃你自己不调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吃死嘛 我知道吃这个东西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大家吃不管他 他自己他自己搞不懂 那这个就叫做 和律法主义的态度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当夫妻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纷争的时候 按照我们人的角度 我们是怎样子呢 按照人的特点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是有道理的一方 当然通常是你认为你有道理的一方 但你的认为也可能是对的 的确他这个太没有道理了 那按照我们的理解 也是有道理的一方去要求 没有道理或者犯错的那一方 主动的来认错 对吧 按照我们来讲 通常是有道理的那一方 来等待 那犯错的没有道理的一方 主动到我这里来认错 对吧 但是我会说 不是我说 是圣经的教导这样说 这就是律法主义者的态度 这就是律法主义者 在活在福音恩典当中的人 福音如何要求我们 无论是在这一个 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 还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的原则 在福音恩典当中的人是说 有道理的一方 有责任去与犯错的 没有道理的那一方和好 凭什么呀 明明是他不对 是不对的那一方有责任 去来和我和好 这就是律法主义者的态度 你们的关系的基础不是恩典 对吧 你们的关系的基础是律法 而他违背了律法 所以呢 是等待他来向我道歉 而且道歉的时候 我还要勾一喊 对吧 我们是很多人说 对吧 我还不能马上就原谅他了 对吧 我还要这个 让他多认两次 这个是律法主义者的态度 然而福音说 有道理的那一方 有责任 如果你认为你对 你的弟兄不对 各位很危险的 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 认为自己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认为自己对在福音当中 就意味着是你的责任 所以认为自己不对 还要安全一点 你就有责任去跟那 没有道理的犯罪的一方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浪子的故事 当那一个浪子 当那一个背叛了他的父亲 甚至就是要他父亲的命啊 这个败家子 对吧 差不多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把父亲气死了 而且还耗尽了一切的家产 然后他回来 按照我们来讲 父亲应该怎么做呢 父亲应该稳坐在家中 用我们的话就是 温气 不要动 对不对 怎么能够失态 怎么能够这个 穿着袍子 穿着这个衣服都不坏 就跑出去呢 不能 坐在里面 等到不能来告诉他 说 你大二十回来了 白了让他来抓我 对不对 我现在没空 等一会儿 对不对 坐在那个地方 坐在自己的沙发上 然后回想他自己之前 说怎么对不起我 然后想一想 等一会儿他来向我道歉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等到他最后跪在我的面前 向我来求饶 最后流出眼泪来 最后我扶起他的手来 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各位 这个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这已经是很好的父亲了 对吧 这是我们在文化当中所看见的 很饶恕的故事呢 和好的故事呢 能够这样已经是 我 你我很难做得到的了 对吧 可是 可是这位父亲不止如此 他完全丧失了他的体面 尊严 面子 矜持 至尊 他跑出去迎接他的这个孩子 这是耶稣所讲的故事 同样的故事呢 你会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三次的问彼得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耶稣就是那一个 好像那一个跑出去的父亲 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来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的时候 是问的相当的第三下次 问的相当的没有面子 是彼得三次不认主 不是主三次不认彼得 他跑去三次的问了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什么是恩典呢 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种 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原则 就是被伤害的那一方 被背叛的那一方 成为了恩典的源头 这就叫恩典 这一位父亲 或者是在加利利的海边 那一位复活的耶稣 他们是相当第三下棋的 在我们看来完全没有面子 不可思议的 他们放弃了一个对等的原则 内法主义者所要求的 就是一种对等的原则 就好像上一次 法庄牧师在这个婚礼上 所讲的一样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这个不叫婚姻的盟约 这个叫婚姻的合同 所以你非常清楚的看到 为什么叫盟约呢 盟约的十字就是恩典的福音 恩典的福音的十字 就是被伤害的那一方 被背叛的那一方 成为恩典的源头 这个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国效 放弃对等的原则 耶稣是如此 所以他要求他的门徒和教会如此 这是面对一切的纷争 的真正的盼望 基督徒不是没有纷争 教会不是没有冲突 但是整个教会面对冲突和纷争的时候 跟这个世界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不是你和我的修养 不是我们的任何的优点 而是福音本身 如果我们不能够依靠这样的一个福音 我们面对纷争和冲突的时候 与世人合一呢 所以你会看到 所有的冲突跟纷争在我们之间 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认错的结果 虽然最终每一个在神的面前犯罪的人 都有责任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 但是一切的纷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最后认错的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福音化的过程 所以让我这样说 如果张帝兄弟跟你姐妹之间 或者是你们之间有一个冲突 或者是在夫妻父母跟子女之间有一个的冲突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我会说这意味着你们都要互相认错 这是对的 但是更实质来讲 我会这样子讲 这意味着你们之间需要一个福音化的过程 就好像我们说中国福音化 你需要的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福音化 你需要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福音化 那这一间教会需要继续的福音化 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上需要福音化 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所面对的功课 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三重的分针 这三重的分针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 我可以说有两类的或者两种意义上的分道扬镳 第一重的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看到了两重的分道扬镳 第一重的分道扬镳呢 就是在所幸之道上面的分道扬镳 那就是教会与犹太的基督徒 与那些奉隔离的基督徒和他们的持守摩西礼律的要求 的这一种的教导分道扬镳 这一种的分道扬镳呢是好的 这个分道扬镳是整个教会建立了他的真正的对福音的一个认识的 之后复兴的一个基础 这是在Nogos 在神的道上面的分道扬镳 在这个意义上 亲爱的地方姐妹 我会说今天的教会所缺乏的不是这样的分道扬镳太多了 而是这样的分道扬镳太少了 教会是要不断的与错误的教导 不断的与错误的教义分道扬镳 在所幸之道上分道扬镳 然后持守那古旧的福音 不但是对今天这个社会来讲是不受欢迎的 甚至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 在很多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都仍然不受欢迎的 我们需要有勇气在所幸之道上 与一切的错误分道扬镳 但是我们有看见第二层的分道扬镳 是我们很忧伤的 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勒巴 他们在第一次宣教当中搭配的宣教的团队 一开始是以巴勒巴为首 巴勒巴与保罗 然后到了赛普路斯之后 就变成了当保罗作为神所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 他行了彼得所行的一切的事 他行了彼得所行的神迹 他写明出来他是上帝所大人使用 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使徒 那之后呢就变成了保罗为首 保罗与巴勒巴 当然有很多的解经家 我看过很多解经家 他们在对这一段的理解 或者很多的时候不是理解 其实是揣摩 就是路加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细节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 路加明确的记载了他们的纷争 而且这个纷争显然是相当严重 第二路加所用的用语 显明了他对这个纷争 包括当初 马可离开这个宣教团队 背弃这个保罗 他的确确是给予的一个否定性的描绘 但是第三呢 路加就没有更多的去讲到细节 谁对谁错啊 谁在这个里面忍不住 又说了几句很不好听的话 这些他没有去记载 不是因为他要去掩盖 这些教会的领袖们的错误 而是在爱当中来遮盖 这个地方的遮盖 的意思不是说遮盖他们的错误 告诉你他没有犯错 是说他犯了错 清清楚楚的犯了错 清清楚楚的发生了这样子的纷争 冲突甚至分开 但是他不会去精进了岛屿 在那个过程当中的细节 谁说了什么样的话 谁对不起谁 谁太过分了 谁怎么样 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一样 有的时候一定会说 那个张弟兄以前怎么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说 那是以前的事 他早就已经改了 他现在已经不是那样子了 如果已经不是那样子了 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去讨论 当时的细节呢 他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 他说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话 他当时是怎么怎么样 那你就不能够 你就需要在爱当中怎么样呢 乃遮盖 你就没有理由 再去传讲 他当时所犯的 每一样具体的错 所说的 每一句的过分的犯罪的 得罪神和得罪人的话 所以诺加 没有去记载细节 不过很多的解经家 他总是 因为我们是罪人 解经家也是罪人 牧师也是罪人 所以我差不多会看到有两种 就是有一种解经的陷阱 就是一部分的人 会站在保罗一边 基本上倾向于认为 主要是巴拉巴跟 跟马可的错 然后我也会看见 有一些人呢 基本上在解经当中 站在巴拉巴一边 巴拉巴都饶恕马可了 保罗不饶恕 保罗显然胸怀 没有巴拉巴宽广 所以你基本上会看到 有些人更多的倾向这边 有些人更多的倾向那边 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陷阱 因为这不是在这里的圣经 要告诉我们的焦点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纷争 在教会的历史上不断的发生 甚至在今天 甚至让我说在改革中的教会当中 也是不断的有发生 每一次呢 都会令主的名蒙羞 每一次呢都会使教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很多的时候就说 哦 这个跌倒很多的弟兄姐妹 中国福音会 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 一个宣教的机构 在赵天恩牧师 回到天家之后 这一个机构 其实发生了很大的纷争 直到现在分道扬镳 一个福音会 变成了四五个不同的福音会 你说这个神的恩典啊 你看你看 本来保罗跟巴拉巴是一个宣教团队 分裂之后变成两个宣教团队 这个巴拉巴跟着马可去了赛普路斯 然后保罗又拣选了 希拉去了 重新的回到了小阿西亚 一个宣教团变成两个宣教团 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们当然一个方面会看到神的介入和保守 神甚至是在人的软弱 甚至是在教会的错误当中 这一切在上帝的手中 他仍然可以变成对教会的祝福 而不是会打乱说 因为我们的罪 使上帝的计划落空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 这不是我们纷争的借口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中国福音会的衰落跟他们的分裂 甚至这一个分裂让我说 在我们教会几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的分裂 甚至有一对长老的夫妇 离开这个教会去建立了另一间教会 所以秋雨之福教会的第一场的职堂 也是因为分裂而职堂 这一个的分裂 其实会跟中国福音会在赵天安牧师之后 所出现的路线的分争有一些关系 第二甚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网上看到在最近一年以来 在我们所很尊敬的唐崇荣牧师的布道团 发生了很公开而激烈的分争 令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教会感到伤心 我最近听到有一位国内的改革中的牧师 他也是被神曾经大大所使用的 一位国内的改革中的牧师 也建立了区会 在最近他被自己的区会除名 但是他被自己的区会除名之后 他和其他的几位同工一起 又将除名他的区会除名 就是互相分裂 感谢主一个区会分裂为两个区会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分争在教会当中 以至于很多的人都会说 你看教会当中不也是一样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分争 而不是放在福音上面 我们就看不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 那在第二重的分裂当中 我要特别的提到加勒太书的第二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翻到加勒太书的第二章 因为加勒太书的第二章 基本上描绘了相同的事 在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保罗说 过了十四年 我和巴勒巴又上耶路撒冷去 那当然有两种不同的解经家的说法 一种是说这个去呢 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你还记得吗 在那里保罗跟巴勒巴 带着安提亚教会所奉献的款项 然后去到了耶路撒冷 去帮助在饥荒当中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那是保罗跟巴勒巴第一次上耶路撒冷 第二一次呢 就是耶路撒冷大会 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确定 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总是有这两种解释 说加勒太书第二章的这一个描绘 是发生在第十一章那一次去耶路撒冷 或者是发生在第二次的时候去耶路撒冷 我想我不做出最终的结论 但是因为终点是在于无论是哪一种呢 我想分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它是发生在第一次的时候 那会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当彼得去到安提亚的时候 保罗说我见他有可责之处 第十一节 我就当面的抵挡他 保罗在这里明确的描绘了他与彼得之间的一场冲突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 因为雅各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未到已先他就是彼得 和外邦人一起吃饭 即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阁里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绝了 其他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 保罗把彼得的行为称之为装甲 甚至连巴拉巴也随火装甲 我一看他们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与福音不合 所以福音的真理与律法主义之分 就在众人面前对几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接下来保罗就讲论了 那一个唯独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 哇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当着众人的面 保罗狠狠地把彼得K了一顿 如果这是发生在第十一章那个时候 那么我们会说 第一 彼得不是已经去 给哥里牛全家施洗了吗 为什么他还会装甲呢 那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教义上的分歧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歧呢 你常常会看到 大部分在教会当中所发生的分争 都不是教义所带来的分争 或者不完全是教义所带来的分争 分争并不是福音导致的 分争甚至不是教义导致的 分争是罪的结果 有两种情况 第一 有罪的人持守错误的教义 如果在这个教会当中 有罪的人持守了错误的教义 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定会有什么 陈出不断的分争和冲突 那第二 有罪的人持守了正确的教义 仍然会导致分争 但是这个分争不是教义 所以有人说不要谈教义 不要谈神学 因为一谈就有分争 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谈的是罪啊 我们要谈的是 关于我们的罪 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当中 怎样才能够经历真正的赦免和悔改的真理 谈这个真理 不会导致冲突和纷争 但是是罪人导致冲突和纷争 但是如果我们不谈这个真理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纷争和冲突 那我们的纷争和冲突就将从始至终的纷争和冲突下去 而没有盼望 因为盼望是在于福音本身 所以我们会在彼得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 我可能是一个持守正确教义的人 我也相信这是神的教义 但是到了某一个环节我就水火作假 因为我不敢得罪那些人 或者我不敢得罪他们的那种氛围 或者那种强大的价值观 甚至是在教会当中的一种不属灵的氛围 当它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一种氛围的时候 一个愿意渴慕追求尽全的一个基督徒在其中感到压力 如果我跟五六个弟兄姐妹一起出去 大家会感觉到很尴尬 虽然大家都是基督徒 但是一开口呢 聊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比较世俗的话题 就像华盛牧师经常说 听他们讲话听不出是基督徒 然后有一个弟兄说希望在当中来提起说 来分享一些属灵的事 感觉到很尴尬 很有压力 不敢提出这样的话题很不好意思 无法跟这五六个人所形成的一种强大的气场 像抗衡 当一个教会或者是当一群人一个小组 他们的氛围变成了这样一种氛围的时候 相当可怕的一件事 相当可怕的一件事 连彼得也是如此 因为这一帮风格里的人一来一坐下来一吃饭了 就给他产生一个极大的压力 他也要在表面上遵循这些人所遵循和教导的做法 赶紧跟外邦人分开 这不是他内心的信仰啊 这不是他教导的教义啊 可是他就是如此行啊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个福音化的过程 彼得跟你跟我一样 虽然他相信福音的真理 因信称义的真理 可是他的生命当中需要不断的经历这个被福音化的过程 然后呢 第二你会看见在彼得的身上 看见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那就是到了第十五章 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 彼得站起来 他跟保罗 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 持守这一个教义 显然 保罗当众对他的批评 并没有使他呢 怀恨在心 你要这么说我都偏不这样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 看见了保 彼得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被批评的心服口服 他不会被批评 他也不是被论断 他经历了一次 他在加拉太 在加拉太书里面记载在安提阿 所发生的这一场的当面的使徒之间的冲突 是彼得经历了一次福音化的过程 好 让我们说 好 那如果按照一些解经家的说法 加拉太书第二章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上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的令我们震惊了 耶路撒冷大会 彼得已经站起来 而且整个大会已经做了决议 就是与奉格里派的这种律法主义的思想隔绝 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怎么还可能彼得水火作家 那就更加的令我们惊讶了对吧 但是各位且也不太惊讶 因为至少我 就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经历 可以做见证说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而且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事 即使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即使发生在你重生 你受洗之后 即使发生在你成为教会的同工之后 按理长老之后 甚至是按理牧师之后 我们还是会不断的经历 这个福音化的过程 什么时候 这一个福音化的过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和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彼此的 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关系当中 停止了 那么我们就会回到水火做假的 这样的生命当中去 我曾经有一次出去服侍 我自己装了箱子 所有的东西 我要出去一周 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 结果呢 你知道每一次总会忘记 一点什么东西 结果呢我到了那个地方 打开箱子 然后在那边住下来之后 我发现早饭 这次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很尴尬 你知道我忘记什么吗 我什么都带了 没有带泪裤 我带了西装 我带了寸衣 我带了领带 我还特别带了三条领带 有不同的场合要换 但是我没有带泪裤 我后来思想 当然 所有错误都有可能发生 就忘记了嘛 但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为什么没有忘记 带外面的东西呢 因为我是去服侍嘛 我一定需要 我一定需要寸衣 我需要领带 我需要西装 因为这个东西是道帮岸然的嘛 所以 凡是外面的我都没忘 我忘的是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常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 亲爱的那种情面 外面的你不会忘 外面的关系你不会忘 外面的表现你不会忘 在人前做出敬虔的样式你不会忘 它是里面的你会忘 越是里面的你会忘 越是到密室当中与主的关系 你就忘了 而且在那里已经呢 已经被摧毁了 已经没有了 已经干涸了 已经荒凉了 但是外面的都还有 所以 亲爱的地方姐妹 我们真的求主怜悯 我求主 帮助我不要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我们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从神的作为来看 所有的事都是好事 宣教史上第一次划分了宣教的区域 在加拿太书第二章那里记载 第一 彼得往犹太人的地方去 保罗往外邦人的地方去 这是第一次做了教区的划分 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巴拉巴跟保罗划分了他们第一次宣教的 这一个区域 塞浦路斯归巴拉巴去 因为本来塞浦路斯人 然后保罗跟希拉去到小阿西亚 这是教会宣教史上第一次宣教区域的划分 那在上帝的手中 人的错误 人的纷争 仍然在他的手中被成全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教会当中 所持守的是福音 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就是和好 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六节 保罗在那里提到他与巴拉巴再次的同工 如果你看到 这个哥罗西书的四章第十节 在那里提到马可 成为了保罗所医众的一位同工 保罗介绍他 说马可到你们那里去 你们要接待他 因为他是我推荐去的 在这里跟我一起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份的 然后到了提摩泰后书的四章十一节 这几节的经文对于我们今天这一章来讲 是相当宝贵的 因为如果你只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分针 你说哎哟我读到这里就被跌倒了 所以到了提摩泰后书的四章第一节 那整个第四章你会看到 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下街 保罗已经知道自己离世见主念的时候 已经不远了 那个时候提到马可 他写信给提摩泰求他叫马可来到他这里 他在他的艰难当中 甚至是生命的垂危当中 他请求马可到他这里来 他说他想念马可 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看到 若有人读经读得不耐烦 只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然后就合拢了 说哎呀教会也不过如此 还不是有勾心斗角的事 但是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罗西书的第四章 甚至包括菲利门书的二十一四节 在那个地方你就看到了福音 在教会当中 甚至是在那纷争 在那冲突当中的这一群人当中 所显明的大人 就好像有的时候有人离开教会 我以前有遇到一个离开教会已经好些年的 我就发现他对教会还有很多的成见 什么成见 他说到谁谁谁说 谁谁以前我就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 然后我说早就不是了 人家人家已经很好 那个谁谁谁谁谁谁的生命很糟糕 哎呀我说现在已经大变样了 现在跟你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人家现在已经在做教会同工了 而且服侍很殷勤 啊真的啊 我觉得他那种人一辈子可能就那样了 你知道吗 你说的是五年前的事呢 所以 如果你 只在一个教会当中待五年 如果你信主三十年 然后在六个教会当中平均只待了五年 在你的眼里啊教会都很糟糕 你在当你在一间教会当中待上三个月的时候 那个叫蜜月期 你觉得教会好得不得了 当你在一个教会当中待到一至二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教会都有好多纷争好多冲突 好多问题 然后呢没到五年你就离开了 但是当你在教会当中待到十年以上的时候 你又会重新的进入蜜月期 你又会重新的看到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中国话也很简单啊 怒瑶之玛利 但是日久呢不是见人心 人心从一开始就见透了就坏了 但日久呢是见主的恩典 只有日久呢才能够看见主的恩典 就好像婚姻一样 有人常常说叫七年之痒 你看我们有一对夫妻就说 我们今年是结婚第七年了 好大的冲突 我就数着日子等这一年过完 所以亲爱的结婚姐妹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待到第七年 或者是不到第七年 第三年第五年 你已经面临到很大的冲突了 你就等那第七年熬过去吧 因为日久见主的恩典 你自终你的生命 以及呢在这一间教会 这一群神的儿女 他们的关系会被带到 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 和哥罗西书的第四章 最后会被带到 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就是当你要离世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你像保罗一样 当你最后要被主劫走的时候 你最想见的 不是王一牧师 你最想见的是 原来教会当中大家都知道 跟你关系最不好的那些姐妹 你希望他来看你 而他呢 偶然就来看你 这是多么美好的生命 亲爱的这种姐妹 我们愿不愿意 在主的教会当中 我们用一生的尾生 我们去经历这样美好的生命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看到在那个浪子的故事 或者是耶稣 在加利利海边来饶恕 背叛他的门徒 甚至主动的去 问他们 你爱我吗 那福音的恩典 永远是教会的动力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 既在第一个层面上 我们不断的与那危害到 对福音真理的错误的教导的教义 来分道扬镳 但是主要求你来保守我们 在我们所行的路上 在教会 家庭 我们一生的生命的历程当中 求你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 求你使我们避免那不必要的冲突跟纷争 也在我们所发生的那些冲突跟纷争当中 显明你自己的恩典 因为在你的手中 你会使这一切成为美好 你会使这一切成为你的恩典 临到你的这一群百姓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罪 我们的错误 不会影响你在永恒当中 对你这一群儿女的命定 所以就让我们用一生来经历在福音当中的和好 在福音当中同心协力 齐口同心的赞美你 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有点时间的默想 默想神的道 诗班带领我们来唱五百零五首《信徒如同金兵》 成长相见心 有点山歌唱五百零五首《信徒如同金兵》 是如刀落成 基督来世同水 因我的慰望 多荒药万倍晋 真心如战场 信徒同经理 振战向前行 使此交易契号 陷入到我身 在主圣灵契号 撒难尽套分 祈福经兵奔军 赤气败血痕 心中高传送人 一味尊重 以兄杰队状 光队状 赞美身须忽勇 幸福如同经理 振战向前行 使此交易契楼 迁入道的城 教会再次欢迎 心动如大军 弟兄奔拥前进 护弦写护尘 我终烟飞分裂 我终烟飞 希望信仰无恶 爱心已合理 心苦如同尽弥 振振胸前行 许致这位祈祷 迁入道的城 为人注定前进 才然连不息 大家风声高伤 爱歌梦升起 恩怨荣耀赞美 为其何欧望 坚持十年一举 永远其送严 幸福如同尽弥 振赞向前行 许致这位祈祷 千路保折